愛台灣以後不要吃辣 我忍吃辣的這個習慣是相當普遍的 所以我們不太可能說 當一個辣椒粉進來被查出來 有時候回禁了蘇丹侯的時候 我們就全面把它禁止盡喔 我不知道你這句話要怎麼解釋 是講錯了還是 連演都不想演 所以你們聊天室愛吃辣都指定 一定要有蘇丹侯 好香喔 老闆你家的鹹酥雞怎麼那麼厲害 是蘇丹侯啊 感謝 所有台灣人都是調查兵團的一員 我是蘇丹侯調查兵團 我願意獻出我的肝臟 白胡椒粉也含蘇丹侯 來 胡椒粉 咖哩粉 咖哩粉 白胡椒 黑胡椒 椒鹽粉 就全中 就全中了 那各位吃多久了 不知道 但是 抗中保台 各位台灣人 聽我講 大局為重 小事嘛 咖啡跟茶葉 也是被列入啊 在國外在國外你懂嗎 遙遠的西方 不要那麼沒有國際觀 側翼表示 有意見嗎 小事嘛 吃一點致癌物 怎麼了啊 可是我們民進黨 抗中保台欸 保護這個台灣欸 沒看到我們這次 又當選了 奇怪我怎麼講又呢 台灣人就是愛 愛這匹的 每天啊 像你們這一種啊 愛出鹹酥雞 愛出炸雞排 老闆 嘿嘿 那都好酒鹽喔 嚴薑啊 好 好 好 想一想 又酥又油又香又鹹 又好吃 又辣兮兮的 好吃 好不好 人工中人 抗中保台 好不好 感謝你為國家 付出了你的心臟 感謝 所有台灣人 都是調查兵團的一員 付出你的肝臟 我為了國家 他陷出我的心臟 我很驕傲 我是蘇丹宏調查 蘇丹宏調查官 蘇丹宏調查兵團 我願意陷出我的肝臟 我願意陷出我的 身體 我願意陷出我的心臟 直到要停止跳動為止 好不好 嗯 你 你 國人吃辣的這個習慣是相當普遍的 所以我們不太可能說 當一個辣椒粉進來 被查出來的時候 違禁了蘇丹宏 我們就全面把它禁止進口 因為國內的產量是不知力來供應 我們的整個市場需要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愛吃辣的大家一 愛吃辣的 你們這些愛吃辣的人 你們是叛國 你們是賣國賊是不是啊 愛台灣 以後不要吃辣 對不對 你不要吃 就不會有事囉 你吃了就會有事囉 對啊 國人智商三歲 各位聊天室智商三歲 我不會講我 我不會講了啦 你這樣子人家看得不生氣喔 我不知道你這句話怎麼解釋 是講錯了還是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 XX的到底在講什麼 我也不知道 蔡英文 陳靜仁 你們手底下 就養這種人喔 說話突然聽一點 連演都不想演 你意思就是說 進不了 因為他們 他們都愛吃 你在講什麼 所以你們聊天室愛吃辣 都指定一定要有蘇丹紅 哈哈哈哈 嗯 好香喔 嗯 老闆 你家的鹹酥雞 怎麼那麼厲害 是什麼配方 是蘇丹紅啊 你怕嗎 蘇丹紅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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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